Vision Pro到底值不值得买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它整个盒子里面都有些什么 这是一个主机 有个保护罩 取掉是这样子的 把这个取掉 放到旁边 这里有Vision Pro 这里面是说明书 这里是一个擦镜布 这里面是配件 这个是绑在头上的头戴 这个是面罩的 加号的面罩 就是备用的 大家知道的这个尿袋 充电宝 还亮着 这是一根加长的双C编织线 然后一个30瓦的快充头 Vision Pro我体现下来 两天的感受是 科技真的很牛 但是它并不适合所有人 在我脑海里 它更适合 没有车带 没有房带 可以用一个月的工资 轻轻松松买一台 没有任何负担 消费人群 更适合那些 家里面有着300平的大house 下了班之后 舒舒服服的躺在按摩椅上 然后戴在眼睛上 体验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总结来说如果不差钱 这个是可以避远入的 体验高科技 但是如果你还在纠结 你要不要买的时候 那请你不要买 因为这个两三万块钱 说句实在话是贵的 甚至我们可以买一辆50 mini 代步车了 说一下在世代的这几天过程中 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如果你想买的话 直观的体验 就是如果这个Vision Pro 在最开始识别的是 我的眼睛和我的双手 如果我借给我的朋友去用 他用起来就不灵敏 除非还原 然后去识别他的眼睛和手 所以不知道在这一点上 库克是不是故意的 一个人就要用一个 还有一点是 目前的系统是只支持英文的 就是它只显示英文 但是在开机的 就是还原之后的 那个激活页面 它是有拟好两个中文字的 所以据我推测的话 它在后期的 这个系统更新之后 应该是可以支持中文的 因为现在里面 能够下载的一些 国际通用的软件 它都是可以设置为中文的 还有一个大问题 这个对近视眼人群不太友好 因为你现在除了 可以去官方配眼镜之外 你也可以去配隐形眼镜 但是有的人他又戴不了 隐形眼镜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就是一个大问题 最后来总结一下 我感觉这个东西 真的不是智商税 不差钱真的可以买 而且还有一点 当我日常使用过程中 比如说我不想面对工作也好 生活中的一些烦恼 我戴上之后 我就可以完全有一种 逃离现实的感觉 如果你拥有了它 在生活当中最减压的场景是 你可以带着它去上厕所 你可以在沙漠里 可以在冰天雪地里 可以在喜马拉雅山巅 甚至可以在大海里 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当然你也可以在人群里 不是 游客 你 刚好 游客 我 感谢观看